Hello,大家好,我是屍古井 歡迎來到今日的井仔點睇 今天這一集相信是2月27日的最後一集 今天這一集都是提早預錄定的 在2月23日的夜晚11點錄 今天這一集就和大家討論一下婚姻的問題 討論一下究竟結婚後又會不會選擇生兒子 以及究竟結婚後一男一女夫妻之間的地位 是否會因為哪一個是經濟之處而有所不同呢 第一個話題就是關於有一對夫婦 他們結婚三年後有車有樓 財務上相當自由,覺得很享受 但他們又會覺得不生兒子的話就好像很無聊 但又會覺得生兒子之後 整個人身就多了很多責任 亦都會令到原有的生活素質受到影響 所以就令到男主角有一個相當大的疑惑 在網上去問網友 第二個話題就是在夫婦之間上面的糾紛 還要是說有了小朋友之後的糾紛 那男人就因為家庭上有些事 就罵太太就說 你都沒有公返,沒有資格去花那麼多錢 結果就令到夫婦陷入冷戰 然後就把自己所發生的那件事 就一五一十放在網上 最後那些網民就把老公罵到什麼 所以這個話題基本上就是和各位探討一下 其實家庭主婦的地位究竟是怎樣 我自己也是比家庭主婦一手養大 所以我自己是相當尊重家庭主婦 所以特別是第二個話題來說 我都頗有自己的見解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先說第一個話題 一個人夫在網上的討論區 以北山小孩真的狠自在為題發帖 就說自己28歲 和27歲的妻子結婚三年 兩個人的年薪每個人都有120萬台幣 如果計算的話 大概25,000元港幣 當然25,000元港幣在香港 要去到結婚、養小朋友就不太好 但是在台灣 你能夠賺到25,000元港幣這個數 其實也是不錯的 已經做到已經有車有樓 不過單位的供款還需要20年 雖然婚後一直沒有小朋友 但是樓主即是男 一直在思考生兒育女的意義 他自己就說 眼見朋友為了小朋友 跟另一半吵架 還有經濟負擔也加重了 做起事情上來 會綁手綁腳 反而見到自己和妻子 過得自由自在 很少吵架 甚至乎每個月 可以浪費幾千元去吃那些大餐 也可以隨意去買衣服打扮自己 以及任意去外地旅行 他帶領一邊商 他就自己在想 不生的話好像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會覺得人生很無聊 想法就很矛盾 這個鐵文就野來網民的熱烈討論 有不少人力撐樓主就說 不要生小朋友 很痛,千萬不要生 有些就說 想不到生小朋友有什麼優點 也說 有智慧的人是不會生小朋友 也說 這個世界這麼痛苦 為什麼還要生小朋友出來受罪呢 另外也有 如果家裡不是超級有錢的話 其實小朋友長大之後 都是去做社會的一顆螺絲而已 無謂就是 既然自己做螺絲 都不應該讓自己下一代繼續做螺絲 這些意見就比較負面 不過也有些正面一點的意見就是 有些網民覺得 新育與否都是夫婦自己的共同決定 最重要是開心就好 沒有絕對對與錯 只有選擇 還有 也提醒了樓主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無聊 所以才生小朋友 你生小朋友 你生小朋友 就真的要視他 另外一個家人 你要對他好好 就不是單純去滿足自己的控制欲 佔有欲 或者叫做打卡欲 那些 生不生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第一件事 一定是要看家庭的經濟力量 就像香港那樣 香港就有些比較極端的例子 就是說 好像有些和我差不多年齡的男女 已經結婚 以及已經生小孩 生到第二、第三個的時候 就可以去排一些公屋大單位 然後還可以因為你有兩、三個小朋友 然後縱援的金額也不錯 然後自己再去做一些現金收入的工 令到自己和太太還有小朋友的生活 就叫做過得還可以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那種把小朋友當作道具的話 即是當作那些可以幫自己謀求到更多利益的工具的話 其實就不山好過山 就算你說自己怎樣勾盡社會福利 怎樣能夠去住到一些大單位也好 但是實際上你能夠給到小朋友的東西確實不多 因為你決定了要去拿政府福利的時候 基本上你個人很難去做到一些未來有潛力 能夠去發展到的工種 所以對於小朋友的物質生活上面來說 基本上就是除了他不需要擔心交租的問題之外 但有很多東西都是面對著一個經濟的困境在這裏 還有我自己作為一個成年人 我其實就看不起一些不負責任的成年人 例如說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做了 希望下一代幫自己完成他 這不算是錯 但如果自己沒有盡力提供一切的資源給小朋友的話 這就真真正正的不負責任 例如說有些人自己是醫生 他當然希望自己下一代能夠做醫生 又或者這樣說 有些人自己是護士 希望下一代可以比自己能夠做到醫生 接著那個護士也有去把自己學習的經驗 怎樣可以學東西學快些 提早給小朋友認識一下醫療上的英文 就算做不到醫生也可以做物理治療師 做其他的醫療體系 這些就叫做有提供資源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說 天生天養就是窮才要生 窮生得多的話 多過抽獎機會 看看哪一個兒子 自己又不用怎樣教 然後自己又懂得聽教聽話 然後中學小學又懂得自己主動洗碗 買菜做兼職養自己 然後最好讀書成績就變好了 然後升大學再做專業人士養自己 這些我會形容那些父母 其實就算了 衰點的事就不說了 總之就是一些不太好的父母 自己不是什麼聰明人之餘 自己也沒有付出太多的努力 純粹就是抽獎 如果好的話就一輩子 不好的話也是一輩子 雖然十萬個這些例子 總會有一兩個好的例子 其他剩下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例子 其實就是大家一起鬥苦鬥淚鬥不開心 就算是成功例子的小朋友的家庭也好 其實又是寶寶心裡苦 但是有幾苦又不能說出來 所以真的要有一個比較好的經濟實力 能夠提供到一個好的土壤給小朋友 才散 如果不是就是自己經歷過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經濟環境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要迫下一代去同樣去面對呢 即是說 我不行啊 我熬了幾十年了 我怎樣都要找人和我熬下去了 所以就帶著一個報復的心態就是說 我熬了那麼多年 為什麼下一代不可以這樣熬呢 看他熬完之後會不會聰明令你養自己 即是這些就真是很不負責任 我自己極度看不起這些人 還有上一代的人 或者叫做上上一代的人 有時候有種心態就叫做養兒放老 在以前整個社會規劃沒有那麼完善的時候 沒有強積金、沒有供積金、甚至乎沒有什麼存款概念 都只是說 放在一個月餅罐盒裡面的時候 中國人來說就會說 我立即要有下一代 等自己老了的時候有人照顧自己 因為一個人 你說六十歲算不算老呢 其實也不算的 即是說 你能夠活動自餘 而且你也有錢 但是呢 去到某一個程度 例如說 去到80歲 90歲 這個程度的話 就算你有錢也好 都未必有用 就是因為你有錢 反而很容易會被人騙走了 在這個時候 唯有是靠有血緣關係的親人 就相對不會騙自己的狀況之下 就可以繼續去照顧自己 因為你去到某些歲數的話 除非你真是那些身體極好的人 如果不是很多時候 真是餓床 就跟著什麼都做不到的 但是 其實現今這個社會 特別是香港 中西的價值觀會混雜的 越是年輕的人 就越少會有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的那種束綁 例如養兒防腦這個概念 所以 如果 在我這一代的人來說 假設 井仔還是想著養兒防腦的 自己讀不到大學 不要緊要生個兒子 希望他讀到大學 我做不到護士 希望他做到護士 這樣 到頭來 可能我自己 就會變成了空巢老人 畢竟 你沒辦法確保 你生個兒子出來 他百分百孝順 我自己 其實也有見過 和我同輩的例子 就是 我也知道 其實他的父母 一直對他不太好 跟著 當我那個朋友 他學歷不高 不過 他勝在勤力 所以 當他有經濟能力之後 立即搬走了 跟著 換了電話 是說他的家人 怎麼找都找不到他 所以 有時候 用一些養兒防腦的觀念 可能是上一代的常識 但有時候 在現在這一代 都未必適用 所以 對我來說 如果將來會有下一代的話 其實這不是什麼退休保障 有能力的話 當然 我有能力 我當然要照顧小朋友 然後去到小朋友 18歲或以上的時候 都不希望自己會成為小朋友的負擔 希望 甚至乎 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話 就可以幫他更上一層樓 最好 但對於窮家子弟來說 其實要去達到我剛才想說的層次 其實是很困難的 即是你現在二十多歲的人 坐了在這裏 基本上 你聰明不聰明是否聰明 其實都大概預計到 就當 小朋友能夠將來博殺 去到四十歲 能夠成功 功成利咒 對於男性來說都還好 因為 你說四十歲之後才做爸爸的話 其實分別都不算太大 但女性上來說 身體機能上 就真的有一個差距在這裏 對不對 所以有時一對夫婦 究竟他們會不會生小朋友 有時這對夫婦的年齡差距 都會有一個影響 我自己其實都有不少的朋友 開始結婚 但結婚後 真真正正正有小朋友 其實很少 中學同學有一個 然後另外領域的朋友 還有一個 但是我幾百個朋友 只有兩對有生小朋友 所以 可能因為現在 都是一個相對年齡的年齡 即是一個叫做結婚 但還未到生兒獄女的年齡 可能到未來五年之後 會聽到自己的朋友 會有小朋友的消息都未頂 好 接著就說下一個話題 現在就去到 假設已經有小朋友的狀況之下 再去做一個延伸的話題 有個事主同樣又在社交論壇發文 就說自己和太太 就育有一個小朋友 目前的工作是24小時輪班 老婆就是家庭主婦 事主就接著說就說 日前朋友就出國去玩 收到對方在遊玩期間買給兒子的衣物 太太知道之後就說 想趁著老公休息的時候 都一起外出買回禮送給朋友 聽到太太這樣說 人夫就覺得自己平時上班已經很累了 難得有休息表示 很累不想開車 太太聽到之後就說 我自己搭的士去買吧 接著自己就不知貼了哪條線 就去指責妻子 就說你這樣沒有上班 就不應該那麼奢侈去花錢 結果妻子由那天起 就不斷冷戰冷戰到現在 令他感到十分奧魯 發文求助 但是他就強調自己 我根本沒有說錯話 最後這篇鐵文一出 就引起了很多網民熱烈討論和回應 網民幾乎一面倒去抨擊事主 特別是那個事主認為自己沒有說錯 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到樓主的價值觀 是貶低了對於太太對於家庭主婦 在一個家庭的付出和貢獻 還有也有些網民替他的太太抱怨申冤 就說 擺著一個高姿泰就用收入的金額去貶低了太太的付出 甚至乎叫人離婚 對於各界的炮軍 這個事主就表示自己已經看過留言 亦都承認自己錯了 已經向妻子道了歉 開始說一下我怎樣看家庭主婦 當然一個家庭 正常來說當然要有人去賺錢 你說上班那個 上班當然有壓力 但是家庭主婦作為整個家庭的後盾 其實他們的責任都很重 即是好像在上班那個還沒起床的時候 家庭主婦已經梳妝好 然後煮早餐給家人吃 因為你做得家庭主婦 你總不可能就是兩個都上班 然後無犯主婦 餐餐都出去吃或者吃外賣 你早上煮完早餐之後 開始洗衣服、拖地、浪衫 然後完成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差不多中午了 然後又要準備買菜 接小朋友放學 教一下他做功課 然後做一些清潔、拖地 然後你又要做晚餐 有時候一些家庭事項又要去做 去交費 然後到處買東西 例如買公仔麵、出錢一丁、諸如此類的東西 有時候又要一個禮拜抹下一次抽油煙機 然後又要幫老公 他是不是有什麼要買 又要提早去買 又要收拾東西 又要處理好些東西的時候 即是這麼多粒粒粒的東西加起來 家庭主婦其實是永世都沒得休息 作為有得上班的人來說 其實都算好 因為你上班的話 勞工法例 無論你怎樣都好 你都一定會有假期可以放的 但你做家庭主婦的話 是說你二十年來 都可能隨時沒有一日假期放的 那種工作永無止境的心情 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除了說你做家務 你很辛苦 你擔擔抬抬抬之外 你的心理壓力才是最大的 因為你的工作是永遠無終點 即是我們中國人都有句話 就是養兒一百歲 長優九十九 還有你除了對著頭家之外 即是有時候一些親戚的宴會 四大長老的事情要去處理 那樣 作為經濟之處的那個人 即是通常大多數是男性 那他就可以說 要上班這些東西沒空 這些這些你幫我搞 那些那些 但是家庭主婦 他就不能說用上班 那樣就不能避開很多瑣碎的事情 雖然家庭主婦就不是說 那些什麼專科 不是說起樓 不是說你一定要懂 Cycosite Tension的數學 你才可以去做 即是無論你有沒有學歷 你懂不懂字都好 其實家庭主婦的絕大部分工作 其實都能夠應付得到 但是你這裡有一件瑣碎事 那裡有一件瑣碎事 但是你所有的瑣碎事 十件瑣碎事加起來的話 就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而是一件大事 還有何謂瑣事 不是說不消理時間的 就叫做瑣碎事 往往就是那些瑣碎事 是說 你可以說合上眼也做到 但是你每件事 都可能消理十五分鐘的話 你全日屬於自己的私人時間 你能夠放空自己的時間 啪一聲就能夠沒有了 所以我自己是很理解 無論是出去賺錢的那個 還是全職做家庭主婦的那個 當然的 有些家庭主婦是比較偷雞 很多事情都可能懶懶行 又或者覺得 未到死人了 不處理了 撇除這些之外 如果真是一個盡責 是為了丈夫的成長 和為了小朋友的成長 的家庭主婦的話 其實在家庭地位來說 真的沒有說哪一個比較高 比較低 其實大家就是誤誤開 因為都不會說哪一個是太過辛苦 哪一個是太過輕鬆 不過很多時候 中國人來說 也會有一個觀點 就是覺得 男人永遠比女人 女人永遠要聽男人的話 亦都是間接 令到大家 為何 有些男性會覺得 家庭主婦這個職位可有可無 手把眼見功夫 如果真是有人這樣想 當然 就說一下 試一下去連續做一年 知道那種心理壓力 那種 如果你特別是有責任感 你真是上心去照顧頭家的話 那個壓力 其實真是大到可以有精神病 當然 有些新時代的女性就是 天生天養 要說知她 我繼續去wrap 繼續去喝酒 如果你是這樣照顧仔法 當然 就值得被人看不起 所以我覺得 一個健康正常的家庭 賺錢和家庭主婦 男女平等 不過 有一個很現實的話題 就是 一旦好不幸 說到離婚這件事 往往真的拿著經濟命脈的人 就說了算 其實 無論在網上 還是在現實世界 都聽過一些例子 就是 因為自己不是賺錢那個 所以 就算對另外那邊有點不滿 也好 很多事情都是選擇 吞聲下氣 忍了她 甚至吞吞吞吞吞 忍吓忍 都已經去到自己七八十歲了 所以 很多事情都變得無所謂 反正都已經一世了 繼續有她一世了 又或者 有些是說 去到自己六十歲左右 即是見到 兒女大 大學畢業 開始出來賺錢之後 終於不需要自己照顧 終於抽身出來 變成自由身的時候 就選擇離婚 總之 這個話題 其實就是 跟大家去說 真的不應該 也不可以 去看小任何一位家庭主婦 或者家庭主夫的付出 因為當你去幻想一下自己去打一份 永遠沒有得休息 可能要打足三十幾四十年的功 你就明白 那個心理壓力是龐大到你想像不到的 還有 有時候你自己面對壓力 你都不知道可以跟誰伸 例如說 小朋友 可能學東西不順利 在學校被人欺負 又會哭 又或者 他自己讀書有壓力 又在發脾氣 又在扭氣 然後老公在外面受怨氣的時候 又回家發脾氣 但是自己作為家庭主婦 可以向誰發脾氣呢 一旦連自己都發脾氣的話 那家又少了一個人支撐了 到時 這種軟性的支持 其實也是同樣重要的 但是 我發現有很多人 無論男還是女 觀察力不夠 其實都永遠是 體會不到這一類 即是叫做 心靈上支持的重要性 還有 有時候 為何有些人這麼喜歡上班呢 為何無論我們多累都好 我們都要上班 因為很直接 你有現金報酬 你有獎勵 每個月打開銀行戶口 你就看到定時定後的數字 就打進來了 就是因為你看到有獎勵 有數字 你就有積極性 但是做家庭主婦 你不會說實際上是收到 哪一個僱主給你的薪金 雖然 即是老公都會付錢 叫做給家用去支持投家 但是老公付的 其實就不算是 自己直接在社會上賺錢 所以你得到那些錢 即是就算你有也好 很多時候都未必是屬於自己的私房錢 因為你都需要將這些錢去安排 這些錢就用來去交費用 這些錢就留給兒子的飲食費 這些就輸補費 真正留給自己的有多少 所以自己在一個近乎沒有什麼報酬 沒有什麼儲到私房錢的狀況之下 仍然要繼續沒得去休息去工作的話 其實除了延消體力和心力之外 亦都是延消精神的工作 這些是說一般打工仔 你不可能感受得到 除非你是創業人士的話 或許你也有機會感受得到 我自己 道理是人都會說的 但是去到我真正能夠感受得到 家庭主婦那種連續去做無憂的 那種特別的心理壓力 老實說 這一兩年我全年無憂的去拍片的時候 我終於體會到那種精神壓力存在 不過幸運就是 可能因為現在我還年輕 相對地來說 我家人相當健康 所以我少了很多後顧之憂 而令到我還可以繼續在這條路上去衝 但是 其實你說 井仔可不可以選擇時間休息呢 我當然可以 只不過是我人貪 我不喜歡休息 我不想放棄任何一次機會 但是 我這個都叫做為自己的事業搏殺 我都期望 就是看見訂閱人數上升 或者看見YouTube不限我留的時候 對我來說又有一個正面的獎勵 但是 很多時候你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你哪有這麼多正面的獎勵 就是可能你見到小朋友又扭動了 又做一些事情 又賭寫東西的時候 你分分鐘扯火 是不是 我現在都叫做有得休息 但是照顧小朋友的 你真的哪有可能可以說 找個朋友幫忙照顧一下 然後自己真的可以疏忽幾天 可能有的 但是很少 而且你真的完全放得下 自己小朋友去休息的話 其實這些人就不算多 就算你說自己放假 哎呀 那個小朋友可能就 去了不知什麼 三天兩夜旅行 是不是自己真的可以完全放心了呢 始終那個心掛掛 然後又會去想 哎呀 他回來之後又怎樣怎樣做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壓力來的 所以大家記得要尊重一下家庭主婦 跟他們說聲辛苦也好 什麼都好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各位觀眾可以就著 今天 2月27號的 全部錄影的狀況 這些叫做不受時間限制的題材 給我多一點意見 看看各位喜不喜歡我這樣做 因為如果有時候這種題材 不是那麼貼近當日時事 有時候各位觀眾都喜歡的話 我又真的可能可以這樣做 去安排一天假期給自己也不頂 不過最重要都是要看各位觀眾的反應 大家多點留言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就是這樣 拜拜